各位開始吧 對於任何涉及性騷擾的事件 黨中央絕對採取零容忍的態度 來跟所有的這個相關的被害人 以及社會大眾 我想必須先至上深深的歉意 請你們相信民進黨 請你再給我們一次機會 台灣民進黨由上星期開始 接連爆出性騷擾醜聞 短短10天已經有超過10宗 跟黨員有關的指控 今天就跟大家整理一下 這次越笑越烈的台灣政界MeToo事件 上星期三晚民進黨前婦女部員工陳千佑 在Facebook出post 指自己曾經在工作期間被合作的導演 乘騷擾 在車上睡覺的時候 發覺導演將自己的頭 挖在她肩膀 這位女員工逐止 之後就算趁機坐好 嘗試保持距離 但導演仍然借關心之命 用手撫摸她的後頸 還在胸口等位置 動動、外輔和按摩 這位導演及後更被揭露 是金鐘獎迷你劇集得獎導演 薛朝暉 研究兩天 再有一位前民進黨職員 陳文軒指控當時同事陳友浩 有令人不舒服的要求 好像是要求陪她喝酒 深夜打電話等 在聚會飲醉的時候 更會做出攬腰、摸屁股、偷石、面珠等的動作 女方表示自己就算明確拒絕 但對方都沒有因此而收斂 甚至曾經在外出公幹的時候 為求進入女方酒店房間 不惜按鐘、敲門、踢門 而網上陸陸續續爆出 更多與民進黨有關的性騷擾指控 而受害者不單有女性 也有男性 更有未成年人士 無論是身體上的摸胸、摸手臂、路性器官 到言語上的性暗示都有 但比指控中的細節更震驚的是 民進黨內部的處理方法 好像第一宗導演性騷擾事件一樣 那位女員工就說自己有上報給上司 即是時任婦女部主任 許家甜之 但對方的回應態度冷淡 雖然提出黨內有既定的程序處理 但一、沒有清楚解釋 二、在講述犯被性騷擾的遭遇 許家甜竟然反問 所以你希望我做些什麼? 那你當下為什麼不跳車? 我不明白你為什麼不叫出來? 她還建議對方親戚翻的時候 去草評連襲大叫 幾次表明 黨內的程序一啟動 大家都會知道事主是誰 要她考量有沒有辦法承受名譽受損等等的後果 這位女員工指自己明白背後的意思 所以最後決定不再跟進 離開民進黨 而那位質問她有沒有證據的上司 之後就約升為黨的副秘書長 這種冷處理 上司輕描淡寫的做法 並不是個別事件 北市議員眼藥坊同樣被爆 叫備義工拍屁屁屁的下屬 不要太在意 控制不了人家會做什麼 只能夠保護好自己 連民進黨的發言人謝佩芬也自揭 三年前曾經被性騷擾 但也被很多人告誡要忍耐 有受害的個案更加被民進黨人阻止報警 青年部主任蔡木林在處理下屬性騷擾事件的時候 而包庇加害者反過來怪責檢討 甚至是即場欺凌受害者 聽完下屬被性騷的申訴 竟然回應 紅性動物追不成異性 當然會傷自尊 將一步是希望對方體諒 蔡木林不單止沒有提供支援 還借事件影響部門氣氛 要求女方反向涉嫌性騷擾者 道歉或是調部門終止合約 而女方即便決定道歉 但之後工作被處處刁難 被人當集工般呼喚 最終都是辭職收場 這位上司之後更加被人爆料他其身不正 被目擊在不理人意願之下 強行與女同事十指緊扣 還說事件有相違證 而基進黨一名曾經被性侵的男義工 也質疑民進黨的人事審批 指他的加害者現在不單止在民進黨工作 還要擔任不低職位 台北市議員賀孟說 也借協助同事申訴的經歷 來呼籲黨正視性騷擾處理機制的問題 綜合台媒報導 民進黨有長達14年的時間 沒有修改到必須要送到中常會的規定 意味申訴一定會在媒體曝光 和你應該以保密方式的處理手法截然不同 可能亦是令受害者卻步的原因 最新消息 民進黨中央發表調查結論 認為已經請辭的許家田 處理方式有行政疏漏 和申訴的女同事溝通情節也屬實 而當時的婦女部前副秘書長林非凡 雖然知道有這件事 但在不知道當中的細節之下 已經向許家田表達符合中央黨部規定的說法 所以沒有違規 而其他被指控的性騷擾嫌疑人 亦都有作出不同的回應 有人透過律師發聲明 揚言要提高正清白 但亦都有人選擇道歉辭職 現任台灣總統蔡英文 亦在Facebook就事件 再次向社會致歉 性諾會進行黨內改革 我們的存在是讓候選人撞到浪頭上 我們是造浪者 台灣性騷擾議題討論 又包紅劇集人選之人造浪者 燒到現實的政壇 再到學術文化界 這場突如其來的風暴 對2024年總統立委的選情有多大影響 就還有7個月的時間被選民消化 但有評論就認為 事件影響了民進黨在年輕選民的形象 更抗拒見到民進黨全面執政的局面 令到今次最大的得益者 可能是不藍不綠的柯民節 一連串性騷擾醜聞 立即成為競爭對手 國民黨和民眾黨的批評目標 而最新的總統大選民調結果顯示 賴清德的支持度依然是第一位 緊接是柯文哲和侯友宜